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就是 从节目一开始一直非常认真努力 然后做得非常好的节目后 我们的节目音乐后制张永桥 音乐人,非常专业的音乐人 对,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学习国乐的经验 那这一次呢,这一集我们要就是访问 主要是要访问他就是 他在台湾学习了国乐 然后还就是接触了儿童剧场 之后呢,他跑到了美国求学的一些经验 那顺便来聊聊就是在跨国 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个非常异领域的音乐 的学习跟交流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就是带着国乐的这个本能 嗯,应该是说带着国乐的这项本领跟技能到美国去学 而且你是学电影对不对 电影配乐 电影配乐对 很特别 对,而且你其实在台湾本来是做剧场音乐 对 所以等于是两个非常不一样领域的事情 对,其实剧场音乐跟影像音乐真的差很多 嗯,尤其是在时间的这个关系上面 是落差非常大 时间的关系上面 对,你指的是 或者是譬如说,因为剧场是直接现场live 对 然后演员可以依照他当天的状况 他可能这段台词他说的慢 嗯,或是另外一天他可能有点不舒服他就说的 呃,有点有点兴奋他可能说的快 嗯,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是很难找 我要抓一个中坚持 嗯,可是影像不一样影像是 就是他们,我们有所谓的定检 嗯,你定检之后基本上你那个时间就不太会变 嗯 几分钟就是几分钟 所以你的音乐可以就是非常固定 照着那个时间去设计去做,这样子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 剧场最难的就是在这里 要怎么样跟演员配合 嗯,这个东西是最难的 诶,所以那个 那个剧场 我们剧场有cut in cut out, fade in fade out 嗯,音乐那个电影会有吗 其实电影也有,但是因为电影的分工更精细 是 所以电影会有所谓的Q表 就是我在1分01秒的时候要进音乐 嗯,2分02秒的时候 音乐要不见 嗯,嗯,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我们拿到影像 这些东西都应该已经被设定好 嗯哼 但是剧场不是 剧场不会告诉你说 1分01秒的时候我要进来 不会 他会告诉你说 我在讲这句台词的时候音乐进 嗯,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音效之心来做这件事情 对 而且要时不时的盯着荧幕看 对,就是要盯着整个场域来看 然后不仅是要听五间call cue 你自己也要感受一下你现场的氛围 如果现场很high,你音乐很小声 那也不行 那就不行 啊,如果现场很安静,你音乐推太大声 你也不行 哦,也不行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应该要开一个 有关于音效执行的课 因为我真的觉得 剧场的音效执行吗 对,因为其实 台南台南,台南文化中心 哦,我这样感觉好像在打广告 有啊,我们那个台南大学跟台南文化中心 已经做了好几届的剧场设计的那个课程 而且我真的 北部找名师下来 然后玩那个文化中心的场域哦 我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非常需要被训练 因为我真的看不过太多 就是,哦,怎么会这样放 哈哈哈 哈哈哈 是放错吗?还是 不是放错 放错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是 是觉得那个氛围掌握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音效执行 他就是DJ啊 哎? 我没有想过这个耶 他就是啊 你一定是要抓现场氛围 对 对不对 对 对啊 真的 真的 而且看演员的状况对不对 然后调大调小让他美美的这样子 对 你不能就是,就是按钮这样 对,你不是只是走Cue呢 对 我觉得啦 你讲的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 对啊,他某种程度就是剧场里的DJ 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对音效执行这一块就是 好像蛮忽略的 大家,谁都可以当音效执行 没有,我觉得没有 不是啊,你只要他 大家觉得说你只要来扣扣就好 但我觉得也是要看导演啦 有些导演他不喜欢人家改他的那个 的那个level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沟通的 对,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放权给 给一些专业的人去玩他的场域 因为你知道每个地方的观众群 他的职性不一样 可能台北他们很high 可能到了台中他们就比较冷静 可能到了台南他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 对,可能又有另外一种氛围 你不能都拿台北那一套来放,不行的 哦,我好喜欢你这个调性哦,真的 那要开一集就是那个剧场的那个 关于剧场音乐工作 关于你不知道的剧场黑暗室 我跟你讲,我好多这种想法 可是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讲 我们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等一下就开一集再让你继续讲 哦,对啊 所以就是这样 好 好 我讲到哪 哈哈哈哈 这一段不要剪,这一段太有趣了 你是刚刚你妈叫你吗 对,我妈叫我 哦 对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这样 因为剧场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个综合艺术 对啊,现在啦 所以它并没有那么 对,就会觉得说 不用那么的 我是觉得精准当然是要 就是比如说你level啊,什么时候 啊,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基本的这个精准点是要 但是我觉得剧场之所以迷人的地方是在于 现场的 它有很多弹性 对,那这些弹性是来自于现场的氛围 对 也就是所谓现场人 对 就是艺术人跟观众 然后一起的那个 在气氛之下的那个状况 去处理 对,没错 它最有趣的就是这一点 对,要不然我们就看电影就好啦 没错 电影真的是最精准 而且它不管是钱也精准 嗯 时间也精准 任何的点 特效 什么都很精准 但为什么我们要完全去看剧场 就是因为 我们为什么还是对剧场念念不忘 对,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人的温度在 而且还可以互动对不对 对啊,有时候甚至还有个互动 那你想想看如果在互动的时候 然后音效执行音乐很小声 就很想要过去 我就很想要过去说 诶,你可以开大声一点 对 而且其实做音效执行还蛮忙的 因为除了音效之外还有麦克风 对,这个也是我想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要同一个人做 对 这明明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太辛苦了 对啊 这,我跟你讲 麦克风就是要有一个专门管麦克风的 音效执行就是做音效执行 嗯 真的 不然到时候它真的演员下去 你麦克风没有关掉 那真的是很久 对啊 或者是临时出了问题 那你只有一个人 你到底是要按下放音乐的那个键 还是你要去处理麦克风 嗯,然后搞不好还会听到 五间在那边骂的声音 对啊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 那当然这些是我对剧场的一些理想 嗯 对 嗯 对啊 对啊 但但剧场也是有它的困难啦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 对啊 嗯,应该是说剧场的 嗯,因为剧场主要就是人做出来的嘛 所以说它其实相对它的 它的市场性嘛 我觉得是应该是说那个市场性 因为像电影它可以一直复制播放 复制播放 对 但是剧场不行 对,对 一直出去就是那么多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跟一组 一组就是布袋系的朋友聊过 所以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布袋 因为以前布袋系出去也是一个剧组 然后会有说书人 然后操偶的 然后甚至 比较讲究的还有专门的乐师 而且乐手 乐手出来还比那个操偶师还要贵 嗯 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症状太大 变成说 呃,有时候可能就是 瞧不出时间来做其他场 尤其是你知道在寺庙里面 那个节庆就是这几天 对 他日子 对,就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说一出去就是 那个费用又很高 所以后来等到有那个 录音带录音机 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就是录音带一放下去 然后操偶师就这样操 就这样演就可以了 对 然后又价钱又便宜 对 所以慢慢就被这样派换下来 我觉得其实剧场有时候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有啊 因为你知道吗 万物,虽然我们这样讲好像有点 有点伤心 但是说难听一点就是万物都要钱啊 对啦 对啊 如果你今天预算够 嗯 你就不会担心说我多请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对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 对啊,还有口碑啦 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就是会有一种就是那个自然淘汰率 就是好的团就自然会留下来 对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基本的东西 我是觉得可以是开始提供这个想法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音效执行他不是只有放Q而已 他应该是一个你要自诩为就是我是一个现场的DJ 这样子的感觉 嗯嗯嗯 我觉得啦 因为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就会更enjoy在放音乐的这个工作里面 哦 对 对 那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说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一个 一个感觉 或者是一个规则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 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对,就像你演员在舞台上你会有一个班嘛 就是 嗯 我现在就是演什么要像什么 嗯 我讲话就是要投射力强 我就是要energy 可是 音效执行也是一样啦 当然其他的 其他的执行也都是 我觉得灯光也是 对,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有一个 觉得我也是 我不是只是来call queue的 我 我不是只是来工作 那当然你要这样想也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能够更进一步 我就是一个现场的DJ 哈哈 我就是一个现场的 像舞坚 我就是一个现场的主宰 哦真的,舞坚是 我随便讲 我随便讲 那你在工作起来的那个状态就会很不一样 嗯 对 对,我曾经听过就是舞坚 舞坚不是通常都累了跟狗一样吗 对啊 但是其实在真正戏就是真正戏开演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全场最大的那个人 对啊,没有错 导演根本就 没有啦 导演只负责戏的部分 导演就去当观众吧 对啊,他就是负责戏的部分 他是属于前期 那舞坚就是属于现场 对,真的真的 所以 对啊对啊 对,舞坚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 嗯,没错 我觉得我现在 因为我学生时代做舞 学生时代是学舞坚的 嗯 所以你现在叫我再做那种工作我做不来 因为那压力很大 对,那压力真的太大 对,那压力很大 对,那压力很大,对 嗯 因为你抠错一个 你知道一步错 全盘错 全盘错 然后大家就怪你 对 哦,然后 对,然后最恐怖的是就是 那时候我听过有一种叫什么 拆台症候群 就是他是最早到剧场的 剧团 看那个空地被搭建起来 对 可是他又是最晚走的 对 所以有时候那个承受那个最热闹 跟最落寞的时候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演员 跟当这个舞台工作人员 真的是心脏要很强 对啊对啊对啊 诶,好啦好啦 我们来聊就是有趣的 就是你到美国 好啊 这种跨领域 跨领域 嗯嗯 跨领域 嗯,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我会想说 我想要改变我的那个工作形态 因为我不想再做剧场了 嗯 会做很久了 嗯 我想要 我想要做做看影像 嗯 那影像的话我们 我一开始就想到 啊,电影啊 电影就是影像 那当然影像有很多啦 广告啦 什么 像现在YouTube很盛行 对,YouTube啊 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 美国的电影工业最强盛的嘛 那就去美国学好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存了一小笔的存款 然后加上贷款 就去了 去美国 诶,现在你有讲贷款 不然我把他亏你说 你看看谁说剧场不赚钱 没有,我有贷款哦 哈哈哈哈 我现在在贷款 哈哈哈哈 嗯 对啊 所以就去美国 那一开始当然也是 有点辛苦啦 因为受限于语言的关系 嗯 很多东西你都听不懂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去学的 其实是比较是属于 比较科技一点的东西 嗯 因为现在都是电脑操作了吧 嗯 你怎么样用电脑去做出 仿真的音乐 这些东西是 对于我一个 本科生来讲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很 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有点难 就是你如果是专门学音乐的 古典音乐 我们所谓古典音乐的人 嗯 你要去碰触到科技这一块 其实你是会有点害怕的 因为它跟你完全所学的领域 是不一样的 对 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做 用电脑做出音乐的东西 它不是就是 电脑的一个界面去操作 那个声音吗 嗯 应该这样讲啦 你就想像说 你是一个作曲者 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乐团好了 嗯 不管是国乐团还是交响乐团 嗯 那你的乐器声音从哪里来 从所谓的音源 从乐器啊 对啊 从音源嘛 对 你不可能去找一个乐手说 你先帮我拉这一段 然后你再去找另外一个说 你帮我拉这一段 不可能 你一定是用电脑 里面的音源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用电脑里面的音源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假 哦对啊 对 嗯 就是哦这电脑做的 哦这真人拉的 嗯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电脑里面的音源 听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百分之百真 但是你听起来不能很假 这个就是一门技术 天哪 好恐怖哦 对啊 你刚刚讲到前我头脑还在转 我不太转得过来 音源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东西 然后你就是调它的后细高低这样吗 对 还有演奏法 演奏法 就把它的声音调的 它可能就本来是一个平的 像这样 叹 对 然后你可能就是用它的软 叹 这样子 然后用它的软体 对 用软体去处理它 处理它 然后把它处理一下某个乐器这样子 对 真的声音 哦 对 嗯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也是觉得有点难 因为很多参数要调 嗯嗯 对啊 感觉好像在做菜哦 对啊 然后你还要模拟 对其实音乐就是做菜啊 对 你就是把不同乐器加在一起 然后它变成一道你 就是你听起来就是 嗯很好听欸很好吃的菜 哈哈哈哈 对 哇哦 嗯 所以但是它等一下听起来 它其实也不太需要很多的东西 它就是一台电脑就可以了 基本啦 基本设备是这样子 嗯 一台电脑 甚至笔电现在都很强大了 嗯 然后一个录音界面 嗯 然后最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是音源 那音源就有差了哦 好的音源好贵呢 呵呵 好的音源可能好几万块 嗯 美金吗 嗯 美金大概几百块到一千两千都有 嗯嗯嗯 那不好的音源可能免费下载就有 所以这个落差很大 嗯 但是只要一个音源只要买一次就好了吗 还是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音源 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音源 然后它有不同的唱牌 嗯 所以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唱牌 我举例来讲好了 譬如说交响乐团 嗯 可能现在坊间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威也纳爱乐 柏林爱乐 呃BBC广播交响乐团 嗯 反正有世界有名的乐团 嗯 你都可以 他们都有出 但是你喜欢哪一套 然后哪一套你觉得你用得很顺手 那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你刚刚讲的是音源吗 音源啊 音源啊 哦 那这一套可能就要 可能 如果是威也纳爱乐的话 它只要 它只有弦乐的话 就要五百多块美金 嗯哼 对啊 只有弦乐哦 没有长笛哦 哈哈 我本来要说 我本来要说 诶这样听起来还是比一台小提琴还要便宜啊 是比一台小提琴便宜啊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YouTube 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就是 嗯 小提琴亲手的那个YouTube 它 诶它 诶没有 它是大提琴 然后他就做一集节目 就是他拉三 三款大提琴 让大家去猜说 哪一款大提琴是千万 哪一款是百万 哪一款是 一千块这样子 嗯 对 然后就觉得 诶那这样才一台就这么多钱 对啊 如果真实的乐器当然是贵啦 嗯嗯 对啊 可是因为你身为一个作曲者 你不可能只需要一种乐器 对而且你不可能把一整个团都请来做一种音乐 对啊 所以这时候好的音乐就很重要 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去美国才知道说 啊原来有这么多音源可以选哦 然后 然后哦原来这些参数都要调哦 我真的是 电脑创作小白啊 那个时候 哦 就等于刘姥捞进大官员那种感 对啊 就是什么都要学 而且 我们那时候学古典的时候 哪有什么学什么混音 有吗 因为我们就是 有啊 我们那时候也 我在学校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根本没有学过什么叫混音啊 我们那个交响乐团就是只会听 然后那个谁小声一点 那个谁大声一点 嗯嗯嗯 然后那个这样子听起来比较和谐 哦这个旋律要突出一点 哦 然后你要把这些概念然后放到电脑里面 什么乐器要从左边出来 什么乐器要从右边出来 什么乐器要大声一点 什么乐器要小声一点 什么乐器的频率 这一段最好听 这一段不好听不要 我的 很多有的 就是从嘴巴的指令 改成手指头的指令 对 改成用电脑 嗯 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去到美国的时候 真的就是 一开始蛮痛苦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学过 嗯 然后我就要开始交作业了 哈哈哈哈 上去多久要开始交作业 一进去就要开始交作业啦 一进去就要 所以连那个蜜月 蜜月期都没有 没有蜜月期 而且 美国就是很特别 它跟台湾不一样 你不交作业 老师会说 你下一半要补交哦 老师会拜托你交 对 美国没有在甩你的啊 你不交是不是 没关系啊 当你 你不交就算了 没有你不交就算了 我就给你C 就这样 C是就不会过要重修吗 C就是 嗯 刚好及格飞过 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 C minor C- 你就要重修了 哦 对 但是通常美国人 不会给你到C minor 除非你cheating 就是你作弊 嗯哼 他会给你C minor 但是 基本上 他最近就是给你到C了 可是C就已经很丢脸啦 对 就是60 我们的60分啦 对 而且 对啊 而且没有啦 我想老师如果 不喜欢你的话 也是给C啊 如果给C minor 老师也是要再痛苦一次 他应该也不想 对 所以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 是不会叫你交作业的 你要 而且你不交作业 没关系 损失的是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common啊 他不会给你任何common 嗯 对啊 那你没有common 你就学不到东西啊 哦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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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干嘛 我最近在 我最近读一本书叫 刻意练习 他说很多的音乐天才就是 呃 怎么样会变得很像音乐天才 他说其实 呃 一般人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天才 他只有两种 嗯 他怎么样变成天才那个境界 只有两种 一个是大量的练习 第二个就是 专业老师给的common 对啊 对 然后听了专业老师的common之后 你就要突破你的舒适圈 继续练习 对 你就会到达天才那个境界 对 对 真的有这本书 对 所以我觉得common是很重要 所以你问我说 在美国学要什么东西很重要 common真的很重要 嗯 嗯 因为大家都到那边都已经是 算是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哪里了 就是算你有一点程度了啦 你真的很谦虚欸 哈哈 没有我们不能太骄傲啊 哈哈哈 也是啦也是啦 对啊 哪有最厉害真的只有更厉害 对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你去的 你就谦虚问我去到那里了 然后你 连老师的那个评论你都拿不到 那就真的很可惜 嗯 而且重点是花那么多钱 哈哈哈 对 然后回来还要继续赚 很贵欸 很贵欸 所以就是 我觉得 去美国最重要学习到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会去听人家给你的common 嗯 然后再来就是同学的common 嗯 你知道在台湾可能大家就会安静 silent 哈哈哈哈 真的 就是老师可能说 诶 对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any question any opinion 没有哦 就是silent 可是在美国的话 在美国的话 你如果身为一个学生 你不给你的同学common 你也是会拿到c的哦 哦 你一定要给common 你就算没有common 你也要说出个common 对 对 真的 他规定你一定要说 嗯 而且他是一个一个点 不能举省嘛 如果volunteer的话分数会比较高 volunteer 没有volunteer当然可以 volunteer先 但如果真的都没有人讲的话 你就是一个一个来 哇哦 一定要讲出些什么 酷 嗯 然后一定要三明治critique 先讲好的 再讲坏的 嗯 再结论 哈哈哈 哦 欸好像是这样欸 对啊 对啊 我之前认识一个老师 他有偷偷跟我说 就是你要怎么样 在研讨会 让人家注意到你 就是 不管任何哪一个 就是你 你喜欢哪一个 哪一间学校 那个老师 或那一个场子 不管怎样 你就是他只要一讲完 你就马上举手 对 然后先赞美他一下 对 然后就是不留痕迹的 讲一两个 你觉得他有问题的点 但是点到就好 对 然后跟他说谢谢老师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明治critique 嗯 就是这个美国人很爱用 先讲好的 再讲坏的 最后再做一个好的总结 但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中间那个坏的 对 其实你就是要听讲的那一段 对 前面后面都不用听 哈哈哈哈 因为你不可能你上去又说坏的啊 那谁要听你讲话 对啊 你一定要先说坏的 对啊 对啊 就前后面先暖场 对 这个也是我在美国学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沟通的方法 嗯 对 像我们就可能直接说那很难听欸 那哪里难听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习惯说太笼统的形容词 嗯 哦 比如说我觉得 我觉得好好听哦 啊哪里好听 啊哪里好听 对哪里好听 对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旋律很美 美在哪里 哦 就是我们习惯 因为我们以前受的这个训练是 我们要先讲大方向 然后再慢慢缩险 嗯 可是美国人不是 我不要浪费时间 我现在就是立刻马上要听重点 嗯 所以你就是comment 就是要给的非常的精准 就是说 可能你要讲说 哦 我觉得这个旋律很优美 但是如果改成长笛来吹奏的话 可能会更好 哦 就是要完全fit那个 那个对 就是一定要紧咬住你的主题 嗯 对 不然就 对每个人就吃这一套啊 哦 对啊 这就是我们中西思维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嗯 嗯 好哦 那我们常说讲话要讲重点 讲话要讲重点 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觉得哪里好或哪里不好 嗯 对啊 因为你不能说一个很统统的 就是说 哦我觉得这整体来讲都不错 那你这不是有讲的人没讲吗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都不错 嗯 诶 那所以是 什么 啊那我们就是好 谢谢你这样 对啊 你就不会想要再听下去 嗯 对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说 你听起来都还不错 但是 嗯 就会想要听下去 对 就是那个转折 对 而且这样表示说 那个 你是一个很好的audience 对 你有认真代替 你有认真代替 然后再分析 是个用功的孩子 对对对 对 嗯 不聊开 对啊 反正我们就聊开了 好哦 我那时候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 我们每天都要喝咖啡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间星巴克 嗯 我每天就是从我家到学校一定会经过那间星巴克 所以我每天都会去那间星巴克 嗯 这样子 然后呢就去 然后我都会买最便宜的每日精选 嗯 这样子 对 然后可能 可能 可能 因为我可能我很有礼貌 因为我都会说Thank you 然后什么 就是 Oh have a nice day 什么的 然后都笑蜜笑蜜这样子 对啊 因为很快那边店员就认识我 这样子 然后 话有一次哦 就突然间 他们就 我去买了 然后要付钱的时候 因为我都刷卡 嗯 然后付钱的时候他就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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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钱 为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幸运哦 你知道穷学生这种小确幸最开心的 对啊 哇太好了 我就说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h I really appreciate 然后就是跟他讲说 好感激你啊 thank you 这样子 然后就雀跃的走了 然后隔天来 我就想说 诶 那我再去买杯咖啡吧 这样子 去 诶 换一个店员 我想说哪有昨天那么好运 又不用钱呢 就这样子连续大概半学期 我去星巴克我不用钱 为什么 不知道诶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没有说原因吗 没有诶 他们就会说 It's on me 我请你 这样子 Oh my 对啊 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诶 诶真的很讨喜诶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喜的人啊 不知道可能我看起来就笑脸笑脸啊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可是他里面某个店长其实暗念你很久了 啊那你毕业的时候有去问为什么吗 我没有也不敢问啊 我怕问了就要付钱 哈哈哈 就让这个美好的缘分延续下去 但是的确他那间星巴克的店长在我要离开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 嗯 就是他变成全旧金山市的总店长 哇哦 就是总督导就对了 嗯哼 他就带我 他就说因为我要回台湾了 嗯 然后他就带我去就是旧金山那个时候最歧见的星巴克 刚开没多久 嗯 然后他就说 Whatever you want 你想喝什么尽量点 这样子 怎么这么好 对啊 然后我那天喝了三杯星巴克 因为他就说这个豆子很不错 这个豆子很好 我喝到手抖我快饿死了 哈哈哈 天啊 他是美国人吗 他美国人 他是墨西哥裔 但是他是美国人 哦 对 好 好幸运哦你 是不是 我就觉得哇 他们对我好好 欸真的去外面要笑蜜欸 真的真的要笑蜜 以前我跟他说 只有星巴克哦 我去吃那个墨西哥餐物 哼 是那个墨西哥卷 嗯 把他没吃呢 哈哈哈 你知道超夸张 可是你上辈子是墨西哥人啊 所以到那边墨西哥人 就对你特别好 我不晓得欸 你知道我同学 在我前面结账 嗯 我们一起去点的 嗯 然后他就七块五 哈哈哈 然后到我他就说 It's army 然后我同学只能傻住 他说为什么他要请你 哈哈哈 因为我们俩都台湾人嘛 他用中文说 为什么要请你 哈哈哈 所以我不知道啊 他说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啊 哈哈哈 我真的不认识他欸 我真的不认识他 哈哈哈 他说It's army 哈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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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以后跟你继续的时候 都要叫你去结账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觉得还蛮神奇的 就是 而且也不只一次哦 而且也不只一次哦 对不只一次哦 好几次了 然后后来请到我不好意思 我就是 在那个学期末的时候 我都后来 我都会去买一杯 那个 我们那边有那个歇脚亭 嗯 就是买那个珍奶 然后去给那个店员 我就说 这个是我们故乡 最有名的饮料 哦 就请你喝这样子 不然 一餐都七块五欸 对 就是 好几餐这样下来也 也不值钱 欸你真的是很特别的 国民外交欸 我觉得我真的很神奇啊 我跟你讲 还有更夸张的 嗯 就是有一天 我跟我一个导演朋友 是 那个时候我们要一起 他要拍一部片 我要做他的音乐 我要做他的配乐 是 然后我们就去星巴克 讨论 嗯 另外一间星巴克 可不是我常去那间哦 嗯 然后那时候大概晚上八点 嗯哼 然后我就站在蛋糕柜前面 想说我想吃个甜点 但是因为你知道美国 甜点看起来都超难吃 我根本 没有办法掏出钱来 买它们 我就想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眼 我就想算了 我不要买好喝咖啡就好了 哈哈哈 所以我就走到柜台 我就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 点完之后呢 我就要拿着咖啡要走嘛 嗯 然后那个墨西哥 一样墨西哥妈妈 店员是一个墨西哥妈妈 店员是一个墨西哥妈妈 他就说 wait wait 他就叫我等一下 就是完就是完 对 然后他就说 我就想说怎么了 是不是我钱不够 就是我那个刷卡钱不够 我想说完蛋完蛋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拿了 他就转身拿了两个大纸袋 嗯 就是星巴克的那种纸袋 但是就是那种大的纸袋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给我 嗯 然后我就说 蛤 给我 我就说 我没有买 我没有买餐点啊 I don't have any meal 我就这样讲 嗯 然后我就 然后他就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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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这给你的 然后我一打开 满满的 就是刚刚那一櫃的 所有的糕点 哇啊 在那两袋里面 哇啊 好开心哦 对啊 然后我朋友 我那导演朋友就说 他大陆人 他就说 为什么他给你 哈哈哈哈 我说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好开心哦 对他说你认识他吗 对他说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啊 哈哈哈哈 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对 而且感觉那画面好有戏哦 对啊 真的 因为他们就是整个惊讶 为什么他给你 我不知道啊 对 而且为什么都是你 对啊 因为他就在我后面结账 哈哈哈哈 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 很多这种有趣的事情 哇 那感觉就真的要学到 就是出门在外 嘴巴要甜 脸要小 真的 伸手不打 笑脸人 哈哈哈 人家讲这句话很有心机 可是你讲这句话 非常的诚恳 真的 因为我真的就觉得说 你看连外国人 他们这么注重 就是 你是你我是我的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 对待一个外来的人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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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 这招还是蛮有用的啦 嗯 好哦 所以这就是 就是那个小乔要给 就是各位 就是在聆听 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有人要出国的话 就是最最棒的建议这样 真的 你就笑名就好了 好哦 那小乔 我们刚刚就是有聊到说 你在国外 其实是学习用电脑做音乐 对 然后是做那个电影配乐 其实跟剧场很不一样 对 嗯嗯 那嗯 你可以说说看 后来你回 然后后来又回国之后 就做那个龙山寺的音乐 对 对 没错 对 然后得了首奖 是 对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大的卖点 就是我们今天 ending 就是要用那个音乐 来庆祝我们 今年一整年节目 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句点 那在播放之前啊 可不可以稍微请您就是 聊一聊就是 这个音乐 你的创作 你的创作的方式理念还有就是 整个过程还有发想 而且它很特别 它是在龙山寺的欸 对它在龙山寺 嗯 应该是这样讲啦 那个时候 看到这个简章的时候 就觉得 哇 这奖金好多哦 哈哈哈 到底是多少啊 那个时候 首奖是8万 嗯 对 就觉得哇好多哦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然后刚好 你要赚那个 贷款 就是念 是我是 那时候是想要买电脑 哦 因为那个时候一台iMac 大概 如果就是 换成我自己想要的规格的话 差不多 对对对 差不多七八万 哇哦 然后我想说 哇如果我可以 赚到这笔奖金的话 我买电脑又不用愁了耶 对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想说我一定要做个矿式剧作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想买电脑 这样子 哈哈哈 然后后来我就 开始想说 好那我要来写 嗯 那那个时候它有好几个站 有向山 然后 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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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那个叫做什么 松山机场 对 然后还有龙山市东门 然后还有一个站 我有点忘记了 嗯 反正呢就是五个站挺 嗯 在一起征选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多投多中 其实我五个站都有投 五个站都有投 可是五个你中了两个耶 对我就觉得评审真的就是 对我还蛮好的这样子 就是还蛮欣赏我的 嗯 我投了五首曲子 五个站我都投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 那个时候我人还在美国 还没有回来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好 我最有把握的就是龙山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常在那边玩 嗯 就是我以前有在那边学那个拉胚 你知道手拉胚 陶土的那个 嗯 对 然后 我妈妈就是去逛那个 万华以前有个地下街 嗯 我就是去拉胚 我拉完胚 然后把东西送到窑里面之后 刚好我妈逛一圈也回来 哈哈 所以时间非常的perfect 嗯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常 人是在万华 小时候 是 所以对那一块场域是很熟的 然后我们 他逛完了 我做完了 我们就去广州街 山水市场那边吃东西 对 对 所以其实我对龙山市那整个区块 其实我是还蛮有怀念 蛮有记忆点的 是 是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要写一个就是跟 庙有关系的 嗯 所以一开始我想到就是热闹 因为早上是山水市场外 上是那个什么夜市 对 对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我要往热闹这方向去 是 可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 那我一定 因为有庙嘛 所以我想说要有很多打击 嗯 要有很多框框大罗啊什么这些东西 高博的时候 高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索纳是一定要放的 哈哈哈 因为这个 有那烙镜嘛 那是你的专场 对对对对对 就想说索纳一定要放进去 而且 而且感觉就是 怎么会有人放索纳呢 一定没有人会放索纳 哈哈哈 所以我就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这些 嗯 好然后就开始做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这些东西索纳 哎呀我这个音源 因为那时候我的音源 还没有扩展到国院 因为其实你知道音源这个东西 其实是外国比较蓬勃发展 嗯 国乐器的音源其实 嗯 仿真率其实还没有那么好 嗯 有但是没有那么好 嗯哼 所以我就想说哎呦 那这索纳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假不行 嗯 怎么办 你真的催它吗 我没有啊 因为我那时候人在美国身上没有乐器 因为我那时候人在美国身上没有乐器 所以我后来就是 我就看了一下电脑 嗯 就发现有人录好的一小段 哦 一小段这样子 嗯 然后我想说哎 好那这可以用 嗯 但是只有一小段要怎么办 嗯 我想说好没关系 反正先做打击的部分再说 嗯 可是我想说那找一个步 找千千万万个 我就开始从电脑里面去搜寻各种不同的loop 所谓的loop LOOP 所以loop就是一个循环 嗯 那这个循环就是说 你现在听到很多流行音乐 其实它都是一个 它都是用loop的概念去做的 你就是说它也可以是 四小节为一个单位 嗯 哦有有有 现在那个iPhone里面也有 有一个软体也是 可以让你自己做那个音乐 对对对 这个就是loop的概念 因为它非常的好上手 而且你就算是没有很大音乐知识背景的人 你也可以做出你自己的音乐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就是 比较是中国传统的素材跟庙 有关的 然后打鸡乐 然后锣鼓 然后就把它叠在一起 嗯 就把它叠叠叠叠叠 那当然就是中间有加一点乐器 但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用路肯叠的 就叠完一首龙三四 然后叠完之后呢 我就想说好 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 应该可以就是去参加比赛了 所以我就把这一首就是 整理了一下 混音了一下 然后就是把它上传这样子 但是你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 你脑里会有画面吗 比如说他一开始 你是跟妈妈去哪里 什么之类的 哦 其实有啊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他一开始是呃 他其实就是一个鼓 就是往上就是比较大 越来越大声然后越来越小声 其实那个就感觉就是好像我 走在那个万华的路上 这样子 那个雀也要去弄淘的 对我要去吃东西 我要去买东西那种感觉 然后你妈要去闲晃 对万华有很多宝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 我还用了一个琴叫做卡琳发琴 卡琳发琴就是那个拇指琴 拇指琴就是 它的声音很可爱 就是这种声音 然后因为 因为它就演奏是那个中国的五声音节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用 所以后来那个旋律就是 那个拇指琴会先出来 就是是那个主旋律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慢慢叠 从一开始少 那我叠上的是有一些次序 譬如说一开始一定是从少 越加越多 然后到索纳那一段一定是最满的 然后再慢慢回来 等于是像爬山一样这样子 对 但是那个情境就是说 就是你小时候的张 小时候的张小乔 在那边 就妈妈手牵手 然后准备要去玩手拉配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妈妈也很开心的逛街 然后去庙里面拜拜 然后看到很多的大神 然后觉得自己的心愿 心愿满足到 然后满杯啊 满杯 唢呐就是看到大神 然后觉得自己 心灵被洗涤了 然后突然有灵光那种概念 灵光喔 灵光我怎么知道 但是那时候 但是我印象中那时候 我很喜欢抽那个 那个叫什么 铅尸 嗯 我喜欢 我很喜欢丢那个拐杯那两块 嗯 那个叫做杯 杯 我很喜欢丢那两块 拐杯对 那个杯 拐杯的 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 呃 他们这个比赛呢 有提供一些环境声音给我 嗯 比如说龙山寺的送金声 嗯哼 还有满杯的声音 哦 还有去捞那个牵筒的声音 嗯 他们都有录音录下来 录片短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 我最原始的龙山寺里面 是有满杯的声音 那后来是 后来是没有 后来是因为 后来是因为他们决定 要在捷运暂停放之后 他们就说啊 这些声响可能要先拿掉 因为这声响怕说会 嗯 怎么讲 因为捷运也是人来人往 对 就是怕 就是怕太吵杂 就是元素太多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把它拿掉了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他们是规定 你一定要用这些环境的声音 放到你的音乐里面 嗯 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做的时候 我那个拐杯是有节奏的 就 骑骑...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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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有把它变成一个节奏的 对 还想说 这样宝贝怎么拔 你就可能 连续拿三个拔 然后骑 骑 骑 对啊对啊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 但是因为你到底要我生气还是不生气 对那你到底要问什么这样子 那么急促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那你这样讲的话 我可以再提供你一首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我有一首是帮这个剥皮疗做的 生活艺术节的音乐 哦好啊当然好啊 那他们这个音乐更妙了 嗯 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就是他们那时候提供的我龙三四 他们有一个诵经团 就是在念经 是 然后他们就提供我这个录音 就是声音的录音 这样子 对对对 avec我洞琴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这样子 对对 然后我把它变成电音 哦哦 结果剥皮疗我最喜欢这一段 哈哈哈 就類似像電音三太子的進階版 對 但是就是一小段啦 因為畢竟他們那時候是要做那個青山宮落境 嗯 所以這才是會以北館為主 但是因為我想說這個念經它因為它速度很一致 對 那如果把它變快 然後後面加那個就是你知道夜店那種 那種節奏不是還蠻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蠻現代的 對 對 所以我就加了那一段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聽了之後他們好喜歡這一段誦經的 哈哈哈哈 很酷欸 對啊 所以你平常都在想這些嗎 就是傳統元素然後怎麼樣 辦法加一些有的沒的這樣 其實應該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靈感啊 就是你做到一個勘感 然後你做不下去了 嗯 然後你可能就是休息一下吃個零食 突然你就覺得欸我好像可以這樣玩欸這樣子 有時候真的是不經意的 不是特別去想 他就是 對我懂 突然自己跑出來 對 嗯嗯嗯嗯嗯 對 這就很像那個認知 我要講 認知心理學裡面那個 就是腦神經元 有時候我們其實一直在想事情的時候是沒有用的 對沒錯 就想要一個極致的時候我們就要休息一下 對 然後我們的腦迴路就會開始 就自動 reset 然後到接到新的迴路的時候就好像會有電光閃過 所以為什麼很多藝術家都要你知道 喝個小酒啊 把自己烤到裡面 他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對或者是 抽個小煙啊 對 就是你知道放空啊 吃個東西啊 對 因為他要 因為他要reset 對 對 就所謂的靈光一閃不是隨便亂講 是真的有這個 這個原因 對 對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們就員工工作 你不能讓他一直坐在電腦前面 一直做事情 真的 他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對 或者是起來走一走 對 對 對 真的 所以這些靈感 你說他們從哪來 我也不知道他們從哪來 他們就這樣來 對 靈感就平常都多看多走吧 其實我覺得是耶 嗯 然後多去聊天 對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創作人真的就是這樣 不能就是一直都 都在工作 對啊 哪有那麼多腦響這些東西啦 對我們就是 要像這樣偶爾錄錄Podcast 哈哈哈哈 對啊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就把我們的理念傳達出去 對 就DJ 其實音效執行應該像DJ一樣 有Fu 對 對真的 對 對 好喔 那我們今天節目最後 你覺得要先放哪一首呢 我覺得可以 欸你要放整首還是片段 因為整首 整首好像有點長 有點長 整首的話我們可以在那個 跨年的時候放 啊可以啊 它超熱鬧 對 對 對啊 然後我們就在今天節目的ending的時候 先小小的播一下 就是 小片段 小片段 這兩手都可以播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就把那個精華的剪出來 耶 龍山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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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 那個剝皮寮的 就是 有念經的 哈哈哈 好喔 謝謝 謝謝謝謝小小 然後就是我們跨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 呃 12月31號就是龍山寺 然後 那個 1月1號就是剝皮寮這樣 可以啊可以啊 哈哈哈 好喔好 就是給大家一個你知道 熱鬧的 熱鬧的結束 然後一個沉浸心靈的開場 這樣子 對 完美 對啊 太開心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這個ending 然後我們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幸運就是可以邀請到你 而且 你們真的知道就是 呃那時候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怎麼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會有這樣子的相遇 完全不知道那時候哪有podcast 那時候連youtube都沒有耶 哈哈哈 對啊 而且那時候怎麼會知道我要做廟 那時候明明就是一個時尚公主 真的啊 我就不可能 哈哈哈 那時候明明就是 勵志當個 呃文青時尚公主 那時候也是勵志 我要當很好的演員 但我後來發現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真的記不住 我真的記不住五步啦 五步好難喔 哈哈哈 對 然後我也 我也沒辦法 就是那個 嗯 時尚可能距離我太遙遠了 還要保持身材好累 哈哈哈 對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你的人生就是會 你就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 就會稍微轉一下玩 嗯 其實也蠻好的啊 就是才有很多不確定性 才比較好玩啊 對啊 然後你 even 欸其實就像我們的工作啊 就是像你現在做音樂 其實你是要控制整個 整個音樂的局 然後像我現在做專案 或者是做藝術行政的時候 我必須控制整個計畫的執行 跟節奏 對 對那是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又要保留到一些彈性 對啊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最難的 對 這是功力 彈性要彈到什麼程度 對啊你抓緊要抓到什麼程度 然後怎麼樣讓人家沒有感覺到你的存在 但其實都在你的掌握裡面 對 這個真的很難 還有你自我要求管理要很嚴格 對 不管怎麼樣 實現一定要嚴格尊重 才好 對 不然就真的死掉了 對 而且這些都是一門藝術 其實是啊 因為一開始我也是很不會掌握時間 對 然後會有情緒話話話叫 對 我就會覺得我沒有靈感啊 我寫不出來啊 嗯 但是後來就會發現說 你如果要進入業界的話 沒有人會理你的情緒怎麼樣 哦 你就是時間到了 把你的東西給我交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不然你就out成 你就不用再出來了 你就 那你就要退出這一行 其實說難聽點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進入到工作領域這一塊的話 這個 就題外話啦 這個也是我在美國學到的 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老師說 不管你再累 再馬 你那個死線就是要 你跟人家說幾號 你就知道幾號出來 他說要不然你在這一行就是你的 你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誠信 就是會被 對就是會被打折扣 而且我們這一行會這麼小 對 而且就是接案人生 對阿 對阿 好恐怖喔 對阿 就是他講得很嚴肅 我們也聽得很 膽戰心驚 但是的確阿 真的是這樣阿 對阿 就發現說不能再浪漫了 對 就是你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要實際 然後快很準 對 對 浪漫的事情可以等到整個專案結束之後 你欣賞成果的時候再浪漫 對 對 就是給各位想要接案的 普羅大眾們 聽眾們 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 當頭棒喝 記得要才好實現喔 對然後請大家新年新希望 就是給自己許下一個新的願望 讓自己就是所有不好的習性都 隨著這個舊的年過去 然後迎接美好的未來 沒錯 而且時間就像魯溝 擠一擠就有 哈哈哈 對我們都長大了 不是 真的 真的 擠一擠就有了 加油 好 那今天就謝謝永喬 然後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各位聽眾的聆聽 那我們的節目就在今年告一段落 明年就是邁向一個新的開始 還有新的里程碑 以及新的主題 不錯 那在這邊就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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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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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